好,那么最近这两天好多朋友都私信让我聊聊 最近争议非常大的一个人叫做张和子 要说清楚这个人呢 咱们得从六天前 也就是说23号 兰州当地的一个事情开始讲解 兰州当地呢 有一个叫做和子华西实验室的第三方核酸检查机构 在当天呢就给老百姓做核酸 发现呢 当时就是查出了一些结果异常的群众 但是出结果之后呢 这个检测机构先是通知当地的这个社区 让他们来做后续的这个转运处理嘛 但是在24号那天 这个华西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啊 居然是把个别异常人员的这个名单呢 录入到了阴性人员的名单里面 这实际上就导致了个别要转运的那些人员的这个核酸结果 那不就变成阴性了吗 这个核酸检测不是我们平时做个PPT写个我的文档啊 或者说你在上面写出个数字是个小事情 那是事关当地甚至全国安全的大事啊 但就这帮人在这个细节上呢 发生问题了 所以说是在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这边就炸开了过了吗 那么后来呢 人们就开始查一查发现这个核子华西实验室背后的唯一大股东 是深圳市的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核子基因嘛 实际控制人就是这个张核子 那么这个张核子呢 他是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的这个医学硕士 毕业之后呢 被深圳市公安局呢 以高薪技术人才的这个身份引到深圳去工作了 但是后来呢 张核子就离开了公安局 也不搞自己专业了 就奔着挣钱去了 成立了那么深圳市红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其中还涉及到了这个房地产的经济业务 但搞了没多久呢 就没搞下去 2012年的时候呢 又回到老本行了 成立了核子基因嘛 那后来的话呢 核子基因的这个业务就做大了 弄到最后呢 甚至搞起了加盟模式 然后核子基因的这个分支机构就遍布全国了 你看 这就是张核子的这个基本情况嘛 那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的 咱有一说一 如果说这次兰州这个核酸检测入事故啊 仅仅就是个个案的话 那这个张核子 跟他的这个核子基因呢 也闹不起那么大的波澜 但问题恰恰就在于 这个核子基因之前就出现过 好几个前科事件了 最严重的是2021年的 就去年1月17号 河北省的邢台市啊 疫情防控办的 就曾经公开发布过一个通告的 当时就披露过这么一个事情 说一个叫做济南华西医学检测有限公司啊 承担了他们当地龙瑶县第二轮的核酸检测任务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存在涉嫌谎报检测结果的情况 你注意啊 兰州那个直到现在都没有说谎报 仅仅是错误录录录啊 但是去年那个啊 直接官方就给他定行为是谎报啊 你看看这个问题多严重啊 那么这个济南华西医学检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谁呢 不是张盒子 是巴颖 而巴颖是谁呢 巴颖又绕回来了 巴颖实际上是张盒子的妻子 反正都是一家人 好了 但这个事情没有完 最离谱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那就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啊 济南市的这个卫健委就出来了 责令这一家实验室啊 暂停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这个业务嘛 但是就在事情出了一年后的这个今年 今年的七八月份 有记者居然说是发现这个济南华西医学检测有限公司 居然是重出江湖了 成了山东大学的这个核酸检测项目的供应商 成交金额都爆出来了 是吧 四三万两千元嘛 那你说这么一个犯过事情的 明明出现过大事 而且被当地的这个卫健委责令的机构 你要说是在一地出现了 那也就算了 可能很多时候还就发现不了呢 你问题是在当地又死灰复燃 是吧 隔年又做了这个业务 那实际上你就知道你这里面的这个事情的复杂性了嘛 当然啊 这个核子基因旗下的这个分支机构 出的这个事情也不仅仅是在南州山东两地呀 你就核子基因的这个总部所在地 深圳核子华西医学检验实验室 光是在2022年就今年啊 光是在今年今年还没有满呢 也因为这个核酸检测业务了 多次被罚嘛 都不是说是涉嫌 直接就被罚过了 所以说人们质疑跟气氛的点 主要就是在这些地方啊 就是你这么一个问题重重的机构 其实早就问题重重了 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问题重重 但问题是 你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做到没有问题 你更不能问题重重啊 对不对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也问题重重的话 那结果只能够是问题重重 你别觉得我在绕口令啊 我是在很严肃的讲这一段话 你要没听明白的话呢 多听几遍 好好去琢磨一下其中的意思 截至目前为止的话呢 反正这个张和子本人是没有出面 做过任何的这个澄清 说明 道歉 或者承诺的 什么都没有 如果说真是问心无愧 我觉得你呢 应该出来 说点什么 因为你已经让老百姓不好过了 你要一直躲在后面 一直不让老百姓好过的话 你觉得老百姓会让你好过吗 是吧 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张和子 跟他的这个盒子基因 有什么样的看法啊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写别论 我是大白 下期百话听下 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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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